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A准备把肺炎分享给好朋友小C 于是带上了新型冠状肺炎出发 在去小C家的路上 不想 打了个喷嚏 肺炎洒了出来 洒了一路 小B无意中踩到并带回了家 等到小C家时 肺炎洒了大半 两人闹得很不愉快 14天的冷战期之后 大家突然发现 这种肺炎会让人发热 呼吸困难 甚至有生命危险 球场决定给他们隔离 并送到山里寻找医生 由于代言人太多 医生功不应求 为了保护族人 球场决定打击严犯 排查出代言人 呼吁大家不要做第二个小C 更不能做第二个小B 为了部落 不做代言人 待在家里最安全